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译者 汪春怡 第三章 爱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拜托别再那么负面了好吗 每周我都会放一段与心灵研究相关的影片在我的电子报里 并提供我的想法与意见 有一次我上传的一段主旨是 如何应付负面想法的人的影片 几分钟后 我收到一位叫金伯利的网友留言 他写道 盖比 我更需要你上传 如何停止负面思考 的影片 很多人都说我充满负面想法 但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想要成为一个乐观 有自信 别人喜欢我 我也喜欢自己的人 教教我 到底怎样才能停止负面思考 金伯利的求救性启发了我录制有关这个话题的影片 同时也促使我在本书中分享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负面思考会降低个人能量 也会阻碍你的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 就拿金伯利的案例来说 他已经到了再也无法忍受别人 还有自己 老是认为他是负面性格的人 他想要展开新的人生 好消息是 这个人生的新篇章 他可以随时自己改写 抛弃不能量 展开新的人生永远都不闲持 改变心态的步骤 包含了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 在意识层面 我们必须对经常困扰自己的负面想法有所觉察 并且愿意放弃成见与执着 举个例子 面对失业这件事 如果你是负面思考的人 你会这样想 我被裁员了 我没有一件事做得好 心情真是糟透了 现在 你不妨换个方式这样想 我被裁员了 我想真的是因为大环境景气不好 我再想办法找新工作吧 像这样 把情境 负面想法 负面想法 负面情绪 转换为 情境 正面想法 正面情绪 练习改变看待事情的角度 一件事情其实可以是中性的 就看你要从正面或负面观点看它 而这也将决定你是拥有前进的动力 或是成为你沉溺于自愿自意的阻力 在潜意识里 我们必须让心灵有可以转变的空间 你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品质 而这端是你要在大脑里 播放正面或负面的讯息 如果你觉得悲伤或愤怒 就会吸引同类的想法 但如果你充满爱 便会吸引更多爱的想法 在奇迹课程里提到 爱会快速进入任何需要它的心灵里 如果你相信自己会有一个充满喜乐与爱的人生 现在就练习放弃负面思考 并让内在心灵引导你 表达出你需要爱的正能量需求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给予光 migrants 建议 是 精灵 Kumar Weather 是